但是為什麼我們好像不認識 你又沒有告訴我你是誰 就發了一個電郵過來 我真的不認識一個人在青衣做地產的 是不是 你有沒有聽到節目的 你有沒有立即打電話來告訴我你是誰 我還沒找到你在Facebook的人頭像是誰 我不知道你是誰 好了 他很清晰 寫下了他在哪個屋苑裡有什麼事 挺棒的 青衣的居民 一會兒還會說關於鬼仔戶事件 好想聽下去特別是Facebook的朋友 好簡單 可以的了 懂得做就自己搞定 可以聽一個Full Version 來囉 電話時間開始 首先是這一位 黃先生 你好 黃先生 黃先生 有什麼分享 Edmond你好 我叫Janson Janson 是的 OK 好 回應剛剛今天看過Youtube 你們有一個節目 有一個陪月的姐姐遇鬼 信耶穌 信耶穌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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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也是基督徒 我以前 因為遇到鬼才信耶穌 其實我覺得姐姐去很多地方都不清楚 因為趕鬼不是靠十字架 是靠信心 是的 那我就趕過鬼 所以就有一點點回應 你是趕過鬼的嗎? 你是有 是的 我趕鬼才信耶穌 是的 臨急抱耶穌強 我以為你是去幫人趕鬼 不是吧 我自己說 因為我家裡 因為我自小信 我多病 我媽媽把我啟給我罰 之後眼睛開了 眼睛看到很多靈異的東西 後來 因為我讀大陸學校 共產黨學校 變成不信神 但是看到靈異的東西 變成覺得自己很奇怪 但又解釋不到 一些很靈異的東西 後來 追尋其他宗教信仰才找到 解決的方法就是去趕走那些東西 哦 好 你講一件事來聽聽 嗯? 聽不到 你講一件事來聽聽 講一件事 剛剛之前聽到 那些空窄 因為我做地產 哦 你有做地產嗎? 很多這些靈異事情 都發生在我身上 哦 來來來 呃 哪裡 講其中一件 好啊 我剛剛入行的時候 就是在東區做的 嗯 嗯 做些細A準 有些細A 就 有時盤就上去 preview 那上去 那個叫金房大廈 是在荔池那裡的 嗯 一個很美的海景 成千尺 上去 那就 進入了一間主人房裡面 通常我手多 連櫃都開 現在精了 櫃都不要開 你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彈出來 是 有些有養鬼仔 有些人上了手 不是那麼好 沒錯 養的東西也沒有拿走 嗯 因為我做地產和養員 很糟糕的 嗯 開了一季看到一些東西 裡面 但我又沒有趕走 我不管 因為單位又不是我 preview 就是 看一看單位而已 是啊 知道是鬼怪的東西 但我不管 那是什麼來呢 怎樣鬼怪的東西 你看到什麼 那個櫃呢 就在櫃頂裡 還有一格 我又舊手牆 開了 看到一些 好像一團煙 一團霧 但有兩隻眼的東西 躲在裡面 哦 黑色 那時候是下午來的 但我看到他們有些黑色 暗暗沉沉 有一層霧 但有一隻眼 我又解釋不到給他聽 但我又沒有理會他 所以就關起來 然後就走了 是啊 那夜晚呢 夜晚我睡覺的時候 四點鐘 就有一把聲叫醒我 嗯 那一個很熟悉的聲音 就是 因為我自己有信仰 就是我的神叫醒我 他就說 叫我命 你為什麼不趕走他 那我就搏他的嘴 那我猛龍龍 我為什麼要趕走他 嗯 那他就跟我說 這個是你的肖命 哎呀 那我啊 我拍一拍胸口 行 我明早去做 那明早起床 我趕快回到公司 拿一條鎖匙 趕走他 你打算怎樣趕走他 哦 基督徒很簡單 哦 講話而已 因為 有耶穌保血 背中經 聖經 懂上司歌 上司歌 哦 信心奉耶穌命 他趕走他 他會走的 因為這是權兵來的 OK 因為我有這個信心 因為我經歷過很多次 我也可以 嗯 所以我才相信 誰知道 回到公司 鎖匙已經收起了 原來租出了 哦 糟糕了 這件事嚴重了 連 連 連 就是 報仇機會都沒有了 嗯 實體上那個 省你了 做漏事了 自己都 是 三天之後 無緣無故 那些租客 他可能發生了 應該發現 有些事情發生了 嗯 然後呢 我當然知道 快快去做事 祈禱 去民家所有角落 還有 把那些櫃子趕走 還在那裡嗎 那些紙很快就租出了 你第二次上去 你還看見他嗎 那隻眼 我看不到 但是 但我看不到,但某些事情會動,他不是長住在那裡 但都要做的,然後就祈禱,然後就走了 我心裏面有個平安就走了,然後沒多久就租出了 類似這樣的事件,我自己現在在海宜半島也發生過同類 不過我就不敢坐頂撞上面那位,最高的上帝 就要做,知道有事都要做,這個肖明不可以懶散 怎樣呢?海宜那次又怎樣呢? 其實現在我也住在海宜半島,我住在空宅,因為差不多便宜 你自己住在空宅嗎? 是啊,沒事的 那你可能真的有信仰不怕,先說你這間空宅是甚麼空宅 怎樣是空宅法? 也是跳樓的 哦,跳樓的 是啊,實際上就死在外面,空宅的另一位很複雜 對,很複雜的,對的 那你那一宗是怎樣呢?你做那一宗是怎樣呢? 是甚麼事呢? 另一宗是在33A,我們分開很多座 那個是跳樓的 那個是阿伯來的 那個故事是阿伯去問女兒,拿錢的女兒 我女兒不給錢,不但之前叫她去死 真的死了 跳樓死了 是 那這故事是挺悲哀的,我聽到她是不舒服的 嗯 那後來跳樓之後,那個業主 即是她是租客,爸爸是租客 原本她是業主 即是原本她是伯是業主 她為了供書教學工的女兒讀書 就賣了樓 是 那就租一個單位,租一個空宅 即是現在所說的空宅住 是 那之後她,因為女兒這樣頂住 她跳樓死了之後,她成為了空宅 是 那跟著那個業主的相片放賣 那她就賣不出 剛好那個業主,那個租客都走了 那個租客做保險的都走了 那她就… 我就趁機拿著做鎖匙去幫幫她看看 是 那我就 那一天 通常臨旁慢 通常臨旁慢 我會容易拍到東西 通常都是 那些事份 看看感覺不感覺到 雖然我陰陽眼就沒有了 因為我都 祈禱求神 不要讓我再見到那些 我不喜歡見到那些東西 但我有時候有那個感覺 那時候都會 是 那就上去 就 感覺 我站在那個廳中間 其實都關了窗 那時候都是冬天來的 但我感覺是有東西推我的 嗯 即是四面八方 和我的頭是很痛的 那我發覺 我捱不到三四天前 我都是被迫著要走 真的 真是很不舒服 那回到家 那我又覺得 即是 不是很夠能力去趕 因為其實我都沒有回教會很久 是 甚至我自己的信仰 都不是太追求 或者是 自己都很放屁 即是做了地產都 是的 那就變了都不是說 即是 有能力去趕走 那第二天就去回崇拜 回崇拜 吸取多點能力 自己去 在神面前認罪 悔改 祈禱 然後再上去再趕 其實 其實就是 星期六那天上了一兩次 星期日 崇拜再上去趕 那怎麼辦 之後就很快就租出了 他問回租客 問回負責同事 你的租客怎麼樣 他就說OK 住你沒事 因為都是外來分行的人 做了一宗租的 業主又收到租 之後也賣了 買得很好 空宅也賣得很好 是的 不過現在就是了 現在的樓市這麼瘋 不用怕沒有 貼價的 我現在聽你這樣說 即是你受到上面的指令 你要做這件事 你直接要做的 就要清場的 如果遇到 不要當看不到 一陣子就知道的 還有不可以收錢 但我是第一次聽 可能是 我是第一次聽到 即是蘇哥 是要你去做這件事 我從來沒有聽過 他從來都沒有 他就不是一定 因為我的使命 應該是傳福音 帶多人信耶穌 但問題是 如果我遇到那些靈界 而我不趕去 那我就會被他指責 是嗎 我也試過去過 吳哥佛 所以我聽到這節目 很多事情都很有感覺 我去那裡宣教 住在酒店裡 也試過四點鐘 我那位上帝叫醒 我也是四點鐘叫醒王 叫我讀聖經 很有趣的 自己都是很特別的經歷 是嗎 可能都是這樣的 我是相信的 不同宗教裡 都可能有一些上面的神明 所以要靠上我們 凡奸的人 幫他們傳遞信息 或者傳教 各人都要的 然後移到 所以 online 所以一定要反顧其他人 例如現在我看樓 我都會順便走走こ下下樓梯 通常會他們會喜歡躲在下樓梯 垃圾房 你是在哪一区? 我以前是在海宜半島,現在調到貝沙灣 貝沙灣也很厲害,華富邨一帶 華富邨一帶,貝沙灣也很多 華富邨做不到,很近瀑布灣 但貝沙灣沒什麼髒東西,比較容易做 遙灣會比較多,但貝沙灣比較少 很容易做到 多謝你的分享,原來有些人需要做這個使命 在你們宗教界別,我是第一次聽 選選出來,有時候不是每個人都很值得去趕拐 沒錯,好啊,下次有機會見過其他事 或者做過些個案,再帶來分享一下 可以再找我,私人再聊就可以 私人再聊,好,沒問題 多謝你,黃先生 多謝Edmond 謝謝,拜拜 拜拜 看看有沒有其他人都是這樣 我們記得有人說過是靈界義工 我想是不同的名稱 其實不同的名稱 他所做的事都是差不多 而且也可以說你 在宗教背景的說話 即是你上面的神明 就會找你做事 這些都是常常聽到的 這位朋友就是教的 但我也聽到很多 譬如我們所認知的 在道教也會有 其實很多師父都是 即是他所謂的祖師爺 透過他們去做事 行善積褲 都希望可以宣揚他們的宗教 都是很多這些正常的 我有空的 只不過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都是樹到同歸的 方法不一樣 但最後都希望可以納入正道 正鬼 正確的宗教信仰 正確的宗教信仰 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挺有趣的這件事 好了 另一位好像是求助的 這位叫做Bibi 是嗎 喂 Bibi 是呀 你好 其實因為我現在住在村屋地下 本身我拖著大小孩的時候 已經住在這裏 這裏是租的 到大小孩出生 其實都沒有問題 沒有特別有任何事 但去到我大小孩 十個月大左右 我就有第二胎 去到我大小孩大概一歲 他開始認識自己吃飯 但一歲半開始 他除了餵我們吃東西之外 他有時都會餵空氣吃東西 但因為次數就不頻密 偶然 所以我們都沒有在意過這件事 但去到我大小孩現在二十個月大 我小孩出生了兩個月 這兩個月來 我大小孩的情況就越來越頻密 以前可能是十多天一次 但現在可能是三天 就是一兩次 那為什麼我會在意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小孩 大概一個半月大的時候 他其實很喜歡睡覺 他就幫助到肚子 我會哭 其實他就算 可能要換片 他也不會扭 但唯獨有一天的中暗左右 他突然哭得很厲害 哭到臉都紫了 他有幾下哭到 好像哭不出聲那種 他那種哭聲完全是平時沒有聽過 聽起來好像是被人嚇到那種哭 其實他在清醒狀態 他不是在睡覺的 我哄了他很久 怎樣哄他 因為他哭到臉都紫了 那 後來我真的無可奈何之下 然後我 只是對著空氣 罵了 就是說 你不要再搞我兒子了 你喝什麼就找我 但是我小孩真的沒有再哭到 本來我以為可能是偶然 對 我沒有再在意 但是結果之後到現在 我想可能半個月多一點 就再發生過兩次 又是這樣哭嗎 對 又是這樣哭 然後你又是向著空氣說話 是呀 是呀 那又沒事 之後他真的沒有再哭 但是因為我試過 因為我大小雖然二十個月大 但他還未懂得說話 但是我們都曾經試過見過他 譬如指著沒有東西的位置 在那裡喊 喊 喊 不斷告訴我們 好像有些事情 但其實外面是沒有人走過 我有養三隻貓 但我三隻貓都不在那裡 是沒有任何事情的 但是我想著小朋友 都可能沒有什麼特別 總之不是愛意的 其實我都不會理他 但是就是我小孩這個情況 就令到我覺得 是不是有些問題 需要處理一下呢 嗯 好 我想問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沒有說 有東西見到的 有東西飛過 怪聲 去水喉 那些沒有 完全沒有的 暫時就真的沒有 因為我以前 其實我十多 我現在都是二十多歲 我十多歲的時候 我都是聽到聲音的 但是我完全見不到 感覺不到那種 但是今次我真的 什麼都聽不到 好 那是不是想找人看看 一間屋 看看有沒有東西 意思是這樣 意思是這樣 我想問 其實我曾經問過 這兩天我曾經問過 這兩天我曾經問過一位師傅 究竟我現在這個情況 我可以做的 會不會說 可能最簡單 有些人提到我 可能去那些紙紮店 問一下 什麼擦日腳 那些 可以先試過的情況 如果真的不行 才去找人來 還是怎樣 如果你相信他 告訴你是冤青債主 擦日腳 擦日腳就沒有可能 因為擦日腳 那些 你剛好在街上撞到 那種擦日腳 你燒東西給他 就沒事 但如果你 聽他說 冤青債主 那些是拿正牌回來 拿東西 那這個呢 就是搞不定的 但是我想問 因為有些人都說 其實動物 可能都能感受到這些 但我三隻魔鬼 完全沒有反應 不一定的 真的不一定 你不要以為動物 一定會感覺到 他有時候真的感受不到 或者他覺得 這些我不覺得是鬼 或者是鬼沒有 令到動物出現恐慌的鏡頭 那他不怕 就沒事了 他以為是人而已 其實我小子 之前 其實最近都試過 自從他出現過 這樣爆哭之後 其實他都試過 我見過好幾次 其實他都試過 對著恐慌在那裡笑 那時候人跟他玩 那種 但因為他在於 他笑 開心這個狀況 所以我都覺得 如果真的有 其實他開心 而影響到他 不是惡意的 我也覺得沒問題 但是 實在令到他這樣 嚇到他哭 我覺得 究竟是 明白 是真的 不小心撞到 因為其實 我也試過 有幾次 可能晚上八點 來九點 才回家 都試過 但我就不知道 究竟是 真的不小心撞到 或者是 學葵師傅 或者是 那樣 第一 如果你要穩陣 帶小朋友去看 看醫生先 看他是不是真的有事 有啊 看過的 完全沒事 已經撇除了 不是身體上的問題 是 你拍張照來看看 不如就這樣 都是 拍小朋友的照 那我再幫你 找人檢查一下 是否冤親債主 或者其他事情 就是這樣 還有 我有點想問 因為其實 我不是說 我大兒子都會餵空氣吃飯 其實我想問 我大兒子 其實是農曆七月出生 其實會不會 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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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有人這樣說 就說有 也不是一定的 不如這樣 你拍這兩個小朋友的照片 還有家裡的照片 你看看 明天告訴你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你 暫時 你可以先不要管 等過一晚 先看看情況 好 謝謝你 好 拜拜 好 這些情況 我相信 如果真的冤槍債主 就要惡搞少少 有時候的事情 就不要說 就這樣聽 去燒家衣 我又覺得 不是太對 因為他不會這樣 就可以走的 不是這麼簡單的 不要緊 明天看 一些高靈人士 負責 幫幫忙 那 感覺一下 看看能不能給到 這些 資訊 這位媽媽 我真的覺得 做父母 知好小朋友 可能受到這方面的騷擾 都挺擔心的 不知道他們會怎樣 又說不出聲 又不知是甚麼事 絕對可以理解 好了 休息回來之後 我們會進入第三節的時間 好了 就會 講講青衣這個地方 我未去過 但有些朋友 在網上 做了一些資訊 拍過一下附近的環境 這條村 走入了這個 這個叫做鬼仔 一個湖 會不會真的有些靈異事件 傳出過呢 或者一個地方會是怎樣 等一下也找到一位 劇場的導演 一位朋友 她在青衣長大的 回來 又由她的資料 跟我們講一下 關於青衣這個鬼仔湖事件 好恐怖心 超級超心 超心 其實真的很開心 這個節目已經是十周年 我們全部你的忠實的粉絲 大家都跟你一齊 邁向十五周年 二十周年 希望你的網好大好大好大 生日快樂 喝杯 喝杯